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巧克力冰淇淋月饼 5块双层的奥利奥饼干 放在保鲜袋里压碎 180克奶油奶酪,提前十温软化 加入饼干脆搅拌 放冰箱冷冻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做饼皮 糯米粉,粘米粉,邓粉,糖粉和可可粉 倒进不粘锅,混合均匀 加牛奶,植物油 干湿材料用刮刀拌匀 再加一点蜂蜜,可以让饼皮长时间保持柔软 开中火加热,边加热边搅拌 炒到液体凝固,顶皮变色以后关火 倒在揉面垫上 等到不通手就可以揉了 把面团揉光滑以后,包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 取出冷冻过的奶酪馅,均分成十份 搓圆备用 面团也分成十份 桌面上撒点手粉 我用的是炒熟的糯米粉 面皮擀成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圆片 包上一个奶酪馅 捏紧收口 搓圆以后用铸压成形 全部做好后冷冻两个小时以上 吃之前现在室温放五分钟软化外皮 这样吃起来很有冰淇淋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